另外的甲子園一年一度的中心杯黑暴棋 將在十月十四號熱血登場 這項不分級單淘汰的全國大賽 每年都吸引眾多學校報名 這回也不例外 且參賽隊伍多達兩百 再度刷新去年紀錄 成為五年來的新高 但隊伍多也代表著競爭更加激烈 因此分區預賽的抽籤儀式 也關憂著每間學校的命運 我們最怕遇到古堡 因為 因為他們很強 我們最怕遇到新大腹腦 因為一樣也是在中區 然後他們實力很堅強 最害怕 但家族都不要遇到 相信上面三組的想法 代表著大多數遺囑學校的心願 為了一拼好手氣 有同學出奇招 拜託 神明保佑啊 因為眼睛就是開天眼 希望抽好籤 然後電視就是學長他們想要抽轉播場 所以就把他們合在一起 相信學妹他的前運 我相信他的手氣 他一定可以 不管童天眼到底有沒有用 抽籤儀式就是幾家歡樂 幾家籌 像是桃園市內力高中 前兩年預賽 連續抽到甲祖禁旅 北科復工 這一次又抽到衛冕軍 平鎮高中 只能說運氣真的蠻背的 但你跟實力更強的隊伍切磋 也是黑豹棋的迷人之處 屆時我來體育台 也會提供轉播服務 讓大家欣賞熱血的高效野球 我愛體育新聞 採訪報導 我愛體育新聞 採訪